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国产悬疑电影《暴烈无声》 该片围绕一个孩子的失踪展开 讲述矿工父亲追寻孩子踪迹的过程中 通过不同身份的人物塑造 延展出中国真实的面貌 冷暖色差的故事 故事开始放羊少年张磊在后山中赶羊 两天后张磊的矿工 矿工父亲张宝民接到了儿子失踪的消息 匆忙赶回家中 张宝民先是去找了与自己曾有过节的屠夫 认为儿子的失踪与屠夫有关 但是却并没有发现什么 画面一转 矿业集团董事长昌万年最近深陷非法采矿的指控中 而他的律师徐文杰也因为这场案件烦恼 昌万年给徐文杰打电话 想让徐文杰收拾这个烂摊子 但是徐文杰却一直没有接听昌万年的电话 晚上昌万年设了鸿门宴邀请来李老板 昌万年认为是李老板举报他非法采矿 用暴力手段索取了李老板后山的两处矿山 另一边的张宝民在村附近贴满了关于张磊的寻人启事 还每天一遍一遍的在张磊失踪的后山寻找孩子的下落 在寻找的过程中张宝民来到了李老板的矿山处 看门老汉好心的留下了鸡肠碌碌的张宝民 张宝民吃饭时恰巧昌万年的手下大金带人前来收回矿山 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冲突 张宝民还将昌万年的车玻璃砸碎了 不知如何处理的大金只好带着张宝民回到了公司 交由老板昌万年处理 但是昌万年却没有向张宝民索要任何的赔偿 还让手下的矿场工人帮忙注意张宝民失踪的孩子 而张宝民发现在昌万年的另一间房间中 仿佛在藏匿的什么 之后张宝民便被昌万年打发走了 回家后村里的栓子告诉张宝民 当时在张磊失踪时 有一辆轿车在附近出现 这便让张宝民打定了 这一切肯定与昌万年有关的念头 隔天便追踪到了来矿山的大金 并追上大金将其打伤 带走了后备箱中被绑架的孩子 等张宝民带着孩子来到一处隐蔽的山洞中 打开布袋才发现 被绑架的孩子并不是失踪的张磊 而是徐文杰的女儿 张宝民根据女孩身上的学生卡 联系上了徐文杰 并约定了地点想要将女孩交给徐文杰 但是之后收到的电话 却让张宝民打消了这个念头 原来是大金打电话告诉张宝民 失踪的张磊在他们的手上 想要张磊的话 必须用女孩作为交换 张宝民气势汹汹地 来到了昌万年的公司中 想要当面质问昌万年 而此时办事不利的大金 也受到了昌万年的惩罚 随后赶到公司的昌万年解释 张宝民的孩子并不是他们绑架的 只是手下的大金撒谎才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并且想要让张宝民把女孩还回来 这时张宝民的电话响了起来 看到是徐文杰的来电 昌万年便以张宝民的身份 约了徐文杰在后山见面 第二天昌万年便带着张宝民前往后山 待到达目的地后 昌万年想要放出后备箱中被绑的张宝民 却被踢翻在地 随后逃窜的张宝民与徐文杰会合 想要前往山洞中带回女孩 但是却被赶到的昌万年 以武器威胁无法行动 相持之际 警笛声分散了昌万年的注意 趁其不备的张宝民制服了昌万年 并将他死伤 之后张宝民便带着徐文杰救回了他的女儿 一切尘埃落定 昌万年和徐文杰也双双入狱 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而之后的某天中 屠夫看着儿子在墙上胡乱画出的画 发现了张磊被昌万年杀死的惊人秘密 该片的创作灵感来自社会新闻 剧本雏形在导演前作 《西迷宫之前》就已经完成 可以说 暴烈无声才是导演最想拍的处女作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